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这就是外星文明发给地球的第一条讯息 不是好奇的探索,不是谨慎的交流 而是全然的惊慌失措 你们方向上有千万颗横行 只要不回答,我们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 如果回答,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 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 45年前,在中国红岸无线电基地的研究员叶文杰 深信全体人类需要从头到尾的法卯换随 看到这个警讯,他义无反顾,带着欣慰的微笑按下发射键 将地球的存在以及确切位置揭露给极其先进的外星文明 这是一个人类意识到自己连虫子都不如的故事 一切都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1967年,叶文杰的父亲,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叶哲胎 在妻子背叛之下,遭到红卫兵批斗致死 之后原先是天体物理学者的叶文杰在别无选择之下 被照进国家机密集的研究中显红岸基地 在这里认知,很有可能一生都无法离开 但叶文杰毫不犹豫地接受 起初他只是做一些技术性的杂工 在他的认知中,红岸是在研究无线电微波武器 摧毁敌国的飞行器甚至是卫星 不过尚曾逐渐意识到他的能耐而日益重用 他也才终于得知,红岸基地的真正意图 是要超音赶美发现外星文明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奠定一个非西方势力主导的人类文明定义 1971年,叶文杰发现太阳外表辐射层中 可能存在某种能量镜面 能够将电波功率放大数亿倍 叶文杰发射讯号来做实验 却没有收到任何回破,自认失败 叶文杰不知道就在这时 地球文明向太空发出第一声能够被听到的提名 已经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飞向整个宇宙 就这样叶文杰在平静的无知之中度过八年 殊不知在一个依然平淡无奇的晚上 监听系统突然收到不要回答的讯息 1979年,地球首次接收外星人的讯息 原来这也是外星文明里面有个推崇和平的低阶监测员发出的 殊不知叶文杰在听完讯息之后,马上发出回复 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 我的文明已经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而这个外星文明,就处于距离地球仅4.3光年距离的半人马座α三星系 这就必须谈到三体问题 根据牛顿的古典物理学 当两个物体互相吸引的时候 它们的运动轨迹是可以被预测运算的 但是当这个数字来到三个以上 据目前所知,没有任何模型或公式能够以百分之百的准确度算出结果 尤其是在这几个物体质量相间的情况下 运动轨迹会更为混乱 当然,随着现代电脑科学进步 我们也发展出越来越多限制情境的解法 也能在比较长的时间范围上预判 不过半人马座α星系的三颗横行 随时进行着无法预测的三体运动 回应叶文集的外星文明 三体人就身处这么一个水深火热的星球 当行星在一颗恒星上的轨道稳定运行时 这是文明得以发展的恒纪元 但是当行星在三颗太阳的引力范围之内游移不定 就是时而冰天动地,时而海天云征的乱纪元 大多数三体人必须脱水以免全体灭亡 这是一场宇宙橄榄球赛 运动员是三颗太阳 而我们的世界就是球 三体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 文明历经重建又毁灭的数百次轮回 却依然发展出远胜人类目前累积的科技水准 现在既然地球将自己双手奉上 他们当然是以光速的十分之一速度 朝着这块永远处于恒纪元的肥沃天堂直奔而来 意思也就是450年后 人类将被科技大幅领先的族类彻底湮灭 不过叶文杰当然不是地球上唯一对人类感到失望 认为需要剧烈改变的人 1988年 叶文杰在基地工作时认识的一位石油公司富尔代 麦克·伊文斯 在一艘巨型邮轮上重新建立了红岸二号基地 用以接收来自主 也就是三体星球的所有讯号 更同时建立地球三体组织ETO 将叶文杰奉为最高统帅 然而叶文杰起初有所不值 伊文斯对于三体文明的期待并不是拯救地球 而是彻底的毁灭人类 他在ETO之中所带领的降临派 相较于希望三体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家园 与人类和平共处的拯救派 对于人类只剩下绝望和仇恨 我不知道外星文明是什么样子 但我知道人类 十多年过去 几乎全体人类都对于外星文明的存在无所察觉 只有ETO默默地侍奉他们的主 在这段期间 三体人也向地球发射了两个子子 你问两粒微不足道的子子可以做什么 这可是三体星球彻底阉割地球文明进步的终极武器 2007年奈米材料科学家汪妙 被来历不明的军方人士找上 其中包含前任警官史强 说要汪妙协助调查顶尖科学家突然开始集体自杀的事件 这些物理学家所留下一页内容都大同小异 其中包含叶文杰亲生女儿 也曾是汪妙的暗恋对象杨东 他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一切的一切都倒向这样的一个结果 物理学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 军方表示这几桩自尽事件都跟一个名为科学边界的组织有关 要求汪妙卧底调查 勉为其难接下任务的汪妙 隔天就发现极其诡异的现象 他用相机拍下的相片都出现一人穿用光条组成的数字码 在对比之下 发现这些数字竟然在倒数 过了一段时间 他甚至看到这倒数直接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在绝望之下 汪妙真的找科学边界高层 对方只简单回了一句 先请下你奈米材料的研究吧 汪妙照做倒数马上消失 但他仍不知各种奥秘 这时他无意间玩起一个虚拟实境游戏 三体 模拟一个因为太阳轨迹无常而难以生存的世界 而里面出现的游戏角色都是以各史各地的历史伟人命名 汪妙有所不知 三体这款游戏就是ETO招募新人的方式 试图模拟三体星球自古以来 因为三颗恒星的不规律运转而承受的炼狱 在误打误撞之下 汪妙就这样成功破了游戏 受邀ETO的实体集会 这才发现叶文杰的真实身份 这时追踪他的大使带队逮捕现场所有成员 不过ETO巨人威胁还没解决 军方用汪妙研发的奈米材料系线在运河上架起陷阱 直接把经过的红安基地2号切成豆腐 伊文斯也与巨人一同被剪灭 军方取得三体人在这段期间被伊文斯垄断的讯息 这才知道三体人发射来的两个侄子的真正目的 两个侄子到达地球之日 就是人类科学死亡知识 三体人透过维度展开的方式 在一颗侄子中容纳超级智慧体称为质子 质子干涉粒子加速器的实验过程 让人类永远无法得知更深一层的物理学知识 科技进步就此被阉割 不仅如此 三体文明还可以透过质子及时监控人类的一举一动 或像对汪妙一样投射幻觉 他们留给人类的最后一条讯息 就只有这么一句 你是虫子 就此人类科学难以进展 一切都摊在三体人眼前 正式进入危机纪元 面对全族类的毁灭 人类当然没有打算束手就擒 三个人物大大影响人类未来的首相 罗吉 张北海 以及陈贤 叶文杰在被逮捕前 曾与女儿养冬的高中同学罗吉会面 罗吉自认是个混饭吃的散漫之人 在天文学无所成就才转去社会学教课 不过叶文杰建议他反而应该去研究宇宙社会学 并且直接先提示他两个不正自明的功力 第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第二 文明不断增长扩张 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他更是丢下两个名词 猜疑链与技术爆炸 罗吉听得云里雾里 但叶文杰没多做解释 转身离去 《危机纪元》第三年 社会出现逃亡主义的声音 认为人类离开太阳系寻找新家才是真正的希望 而逃亡主义当然也是马上被联合国定为非法 加以言行遏制 在中国使强将状况外的罗吉带上飞机 送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在此联合国首次宣布对抗三体人的计谋 面壁计划 三体人虽然科技远胜人类 但是有个致命的弱点 他们沟通都透过心灵传达 因此是完全透明的 在隐瞒想法这方面上 他们可说是极为低端的 别谈三国演义其中的阴谋诡计 连童话故事想吃小红帽的大野狼撒得慌 对于他们就如克苏鲁之于地球人那样难以名状 无法理解 不只是面对面 我们可以在相当远距离上交流 另外欺骗和撒谎这两个词 我们一直难以理解 即使在质子监视之下 人类还是能够仰赖自己的内心世界来欺骗三体人 面壁计划就此诞生 面壁人的职责 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卫装误导和欺骗 来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 外在显露的任何行径都有可能是个假象 而他们可以自由动用大量国际资源 无论有多么无法理解 都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 当然被选中的人物理应都是佼佼者 有立抗强权的委内瑞拉总统雷迪亚兹 美国前任国防部长泰勒 以及得过诺贝尔奖的脑神经科学家西恩兹 然而第四位面壁者竟然是罗吉 罗吉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也没有特别学术成就 面临这个巨大责任 他当场拒绝 却只受到神秘的微笑回应 当一个人成为面壁者之后 一层无形不可穿透的屏障 就立刻在他与普通人之间建立起来 他的一切行为都具有面壁计划的意义 正向那对面壁者的微笑所表达的寒意 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在工作了 当然ETO在质子指导之下已经知道这个计划 也指定几位破壁人 目的就是为了破解面壁人计划 唯独罗吉没有自己的面壁人 在四个面壁者中 只有他直接与主对决 然而罗吉并没有打算要认真看待自己的工作 反而请联合国让他住进一个与世隔绝的北欧豪宅 还指定石强帮他找到十只意义上的梦中情人 没想到这梦中情人还真的存在 罗吉就这样用面壁人资源 在这个世外桃源与他结婚生子 过着游手好闲躺平的日子 危机纪远第三年 中国太空军海军大校张北海奉命加入 张北海主要负责政工部门 坚定同袍对于人类胜利的信念 太空军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失败主义 这种危险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失败主义蔓延所造成的后果 绝不仅仅是军心不稳 而是可能导致太空武装力量的全面崩溃 但此时的航太工程技术 主要都掌握在城府守旧的科学家手上 他们宁愿继续发展原先的化学公职火箭 也标貌风险尝试更有潜力的可控核轮核驱动 于是张北海在太空站上 用陨石亲手打造的子弹刺杀这些化学飞船专家 在这之后 核荣核飞船计划顺利启动 张北海也进入东面增援未来 同一年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PIA成立 汤马斯·韦德担任局长 一上任就必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送出一个侦测器来勘察三体舰队 来自中国的航太工程高材生成信 一加入就提出一个足以突破人类技术限制的阶梯计划 旨在利用搭载辐射凡的探测器 在后方连环引爆核弹 不断加速直到光速的1% 借此探测三体舰队 然而尽管真的能做到又能怎么样 难道三体人不会大老远就把这个探测器击落吗 于是他们想到另外一个办法 直接送人 三体人肯定会忍不住这个研究活体人类的机会 然而探测器有重量限制 长时间维持这个人活命也是个大问题 这使汤马斯·韦德再次露出奇异的笑容表示 他们可以送出一个冷冻的人类脑袋 让三体人自行用他们技术重建这颗脑袋的身躯 但是究竟谁才会愿意走上这条航向宇宙的不贵之图 维基纪元第四年 成仙大师同时 云天明发现自己已经肺癌末期 这时期联合国为了大量集资公布了全新计划 只要有钱就能买下一个星系的拥有权 虽然这个计划根本没几个愿者上钩 刚好得到一笔巨款的云天明 就买下了距离地球268光年的DX3906 匿名送给他从远方暗恋多年的成仙 完成之后 云天明自愿执行暗乐死程序 但就在最后一刻 成仙冲进病房阻止他 讽刺的是 成仙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要回应云天明的爱 或是劝他不要离开人世 而是想要让他加入解体计划 云天明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真是个大傻瓜 还有比他更傻的吗 他以为给了所爱的人一颗星星 那个人就爱他了 就流着圣洁的眼泪飞跃大洋来救他了 多美的童话 不是 成仙是来让他死的 万念俱灰的云天明一个苦笑 欣然接受这个比死亡还更糟糕的命运 在接下来准备的几周 成仙只有才发现自己的残忍 试图向维德提出替换人选 不过也因为云天明的骨皮 以及无所牵挂 反而一再验证 他真的是最完美的人选 最后一刻 维德狠心地终于向成仙揭露 那个送他星星的神秘仰慕者 就是云天明 然而成仙这时闯进手术病房 只看到云天明被切除的脑袋 正被放进探测器 人生中的第一次 他为了那个给予一个人 所能给予的一切的男人 颓然崩溃在手术台上 维基纪元第七年 探测器在发射之后 竟然出了查措 一根繁琐断裂 飞行器偏离航向 几乎确定失去了 与三体舰队交集的机会 永远迷失在宇宙之中 灰心丧志的成仙 依照高层的意思进入冬眠 到未来去当联络员 当成仙的意识在寒冷中模糊时 他感到一丝安慰 和云天明一样 他也要在无边的黑暗中漂流了 阶梯计划失败了 不仅如此 守着人类最后防线的那四位 面壁者却也屡屡挫败 首先面壁者泰勒 致力于在太空军中建立神风特工队 他的计划看似单纯 在400年后最后一转开打时 让这些秉持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行员 飞到三体舰队附近 发射近距离武器 球状闪电 用劣势一般的气势来拯救人类 维基纪元第八年 泰勒真正计谋 却被破壁人一号破解 原来泰勒其实打算要 这些神风特工队 直接在地球舰队内部引爆武器 当球状闪电引爆时 会将周围的物体化为量子状态 所以他真正计划 就是让地球逐力舰队化为无数量子幻影 用这些同时存在又不存在的幽灵 打击三体舰队 您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已经被摧毁的舰队 不可能再被摧毁 已经死去的人不可能再死一次 被试破之后 行星防御理事会判定 泰勒战术犯了反人类罪 所有权利都受到剥夺 况且破壁者对于这个量子军团的计划 也表示 主不在乎 隔几天 泰勒造访罗吉的室外桃源之后 举枪自尖 人类的第一个面壁者 黯然退场 在这之后 另外两名面壁者也进入东眠20年 等待科技进步 才能继续执行计划 这时行星防御理事会会长 也将罗吉的妻女送入东眠 强制他开始专心面对自己的职责 某一天 罗吉在冰冻的湖上散步 意外踩破薄冰落水之后 顿时意会到宇宙真理 理解叶文杰在最后一次 跟他会面时输的话 从这一刻起 星空在自己眼里 已经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不敢再抬头看了 罗吉此刻患上严重的星空恐惧症 他低着头 牙齿在喊战中格格作响 对自己说 面壁者罗吉 我是你的破壁人 罗吉动用他最后谨慎的权力 向宇宙深处发出一道咒语 这咒语不过就是一个距离 50光年的星系的精确位置 没有解释这咒语的作用是什么 罗吉只说要等咒语发酵之后 再唤醒它 就这么进入冬眠 维基纪元20年 面壁者西恩斯和雷迪亚兹被唤醒 雷迪亚兹主张制造的恒星形氢弹 在水星测试成功 但是马上就被破壁二号试破 表面上他看似要把大量的恒星形氢弹 部署在水星基地上 准备应付来犯的三体人 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是要与三体人同归于尽 只要水星氢弹全数引爆 将会让水星坠入太阳 太阳的恒星物质将会巨量喷乏 大气层不断成长 直到连地球也被一并吞噬 就是如此 如果氢弹全数布置好 雷迪亚兹将会以毁灭地球来威胁逐渐逼见的三体人 不过这计划被揭露之后 雷迪亚兹一样被行星防御理事会判了反人类罪 身败名列的他回到祖国的怀抱 但是一下飞机就被愤怒人民丢石头砸死 人类的第二个面壁人彻底失败 相较前两位 第三位面壁人西恩斯的计划就没那么粗暴 他希望要透过脑科学研究来提升人类脑力 实验过程中意外发现一个副产品 思想刚硬 也就是在某个讯息进入脑袋时 对脑神经施加影响 就能使大脑从此不加以思索 就断定这个瞬息为不变真理 即使是明显的谎言也是如此 虽然还没办法真正提升人类脑力 西恩斯与妻子开办信念中心 用思想刚硬打上一个命题 在抵抗三体世界入侵的战争中 人类必胜 入侵太阳系的敌人将被消灭 地球文明将在万代延续 无法做出更进一步突破的西恩斯夫妻 再次进入冬眠 在这之后 人类过于着重太空军事科技 经济和环境水准一天天下降 维基纪元28年 人类文明进入大敌谷时代 污染加剧 沙漠化 饥荒爆发 地球陷入混乱长达半个世纪 世界人口从83亿降到35亿 国家力量被削弱 各大舰队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实体 并且成立舰队国际 在这之后 各国政府都终止太空战略计划 专注于基础建设和社会救济 使人类生活甚至超越黄金年代水准 开始以人文为本 展开第二次文艺复兴 此时人类科技反而开始大幅进步 大低谷之前的瓶颈都一一突破 人性的解放必然带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维基纪元2005年 最后两位面壁者罗吉与西恩斯从东面中醒来 即使在质子干涉下 人类仍成功破解核融合技术 兴建达到15%光速 在地底盖了庞大的都市 一切电器也都达成当年特斯拉的梦想 不需电池、插电都能无限供电 科技的越界也带来人类文化上的变化 人们衣服也可以依照自己心情显示出图样 几乎一切平面都能当作电脑使用 即使选择都不工作依然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仍距离200年的三体人舰队 已经不令任何人感到恐惧 于是罗吉以及西恩斯被召唤参加联合会议 舰队联系表示 面壁计划是人类有史以来做出最幼稚、愚蠢的举动 不仅浪费资源 更是毫无建树 全票通过终止面壁计划 罗吉终于达成当初的心愿恢复平民身份 至于西恩斯的思想刚硬 在他通眠期间也因为被认定侵犯个人思想自由而早已终止 此时西恩斯的妻子姗姗惠子其身 说出这害人的一句话 面壁者比尔西恩斯 我是你的破壁人 接着惠子微微道来西恩斯拯救人类的真实计划 在刚硬计划被终止前 一共有5万名军人自愿接受胜利信念的刚硬 这些人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被称为刚硬族 而即使这技术被各国禁止之后 刚硬族仍保有执行刚硬的超级电脑 也就是说刚硬族其实保留到减填 人数也不断扩张 但是让这些人保有人类毕生的信念 毕竟不是什么坏事 然而这也并不是西恩斯真正的计谋 惠子一百多年前在进入东眠前一瞬间 才明白这可怕的真相 那些接受刚硬的军人眼中的平静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类毕生 而是完全相反 他们早已接受人类毕败的事实 原来西恩斯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失败主义者 一个坚定的逃亡主义者 他在复杂的刚硬程式中 参入一个难以察觉的富豪 从此将人类必败这个概念 印入刚硬族脑海里 更可怕的是 这些刚硬族到目前都还没现身 完全无法查明 他们渗透各政府单位的程度 在会议结束之后 罗吉马上开始受到各种智慧系统攻击 自动驾驶车辆撞上来 排水孔自行开启 机器人服务生拿到桶来 就连自动变形的沙发都想要勒死罗吉 靠着一起与他东面的屎墙 才捡回一条老命 既然罗吉已经脱离面壁者身份了 为何仍受到针对 同样在维基基元2005年 张北海也从东面中苏醒 人类必败刚硬组 已经成为人类安全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太空船 只要舰长下达指令 就能让系统自动执行几乎所有功能 包含加速以及武器系统 在这样的设计下 潜藏的逃亡主义就更为危险 因此张北海被奉命担任 自然选择号的执行舰长 取得船舰控制权 直到确认原先舰长并非刚硬组为止 与此同时 因为三体人派来的探测器距离越来越近 三大舰队在木星基地集合 准备初级拦截 就在此时 刚才交接控制权的张北海 直接把自然选择号设定到最高加速状态 朝反方向前进 曾斩钉截铁表示 人类最大危机就是失败主义的张北海 竟然带着人类最先进的太空战舰叛逃了 舰队马上派出四艘船舰追击 在与司令不同话中 张北海承认自己逃离的意图 但否认背叛 在这场战争中 人类必败 我只是想为地球保存一艘恒星际飞船 为人类文明在宇宙中保留一粒种子 一个希望 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潜藏的钢印族 钢印技术在当时根本还没出现 而是因为它早已认定 人类完全低估了 他们与三体人的战力差距 成吉斯汉的机兵 攻击速度与20世纪装甲部队相当 北宋床弩射程达1500公尺 与20世纪的狙击枪差不多 但这些仍是古代机兵和弓弩而已 不可能与现代力量抗衡 基础理论决定一切 而你们却被回光返照的低级技术蒙蔽眼睛 你们躺在现代文明温床中暗语享乐 对即将到来决定人类命运的终极决战 完全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 张北海和西恩斯都是错的 已经失去严正队形 数量剩下不到一半 堪称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 还观察到一艘船舰仍然继续加速中 将会提前一个半世纪到达太阳系 但仅仅一艘无意送死 于是人类判断这是谈判代表团 希望能提前与人类弹劾 全球陷入狂欢 舰队也在此时前往木形 排船方阵向三体探测器前进 在接近之时 观察到的探测器是一个全然光滑的水底 它在所有的可能之外 即使柏拉图的理想果中也没有这样完美的形状 它是比直线更直的线 是比正圆更圆的圆 是梦之海中越出的一只镜面海豚 是宇宙中所有爱的捷径 最合理的推测是 它是三体世界发往人类的一个信物 用其去功能化的设计和唯美的形态表达一种善意 一种真诚的和平愿望 舰队派出物理学家定义 也就是当年杨东的未婚服前去 进行人类史上第一次与外星物体的接触 不过丁一在出发前却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 希望两艘飞船先进入深海状态 随时准备好以最大功率加速 舰队半线半移 认为这只是老人的疑心病 不过还是命令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待命 一艘采矿机伸出机械手 将水敌安全捕捉到机舱中 丁一行人到现场近距离观察 如果这真的是个有敌意的探测器 落入敌人手中之后肯定会进行自毁 但是水敌只是静静的一动也不动 然而他们观察到 即使用显微镜放大一千万倍 这水敌表面镜仍是绝对光滑的镜面 经过敲击也不会留下任何刮痕 定义在此时才明白水敌的用意是什么 这不是礼物 也不是白旗 这是三体文明送上前的特洛伊木马 是他们悬殊力量的狂妄展示 告诉人类一个令人绝望的瞬息 毁灭你 与你有何相干 几秒钟之后 水敌开始产生奇异的光环 考察队瞬间气化 接着舰队只看到一阵耀眼爆炸 几秒内 舰队最边缘船舰的合荣合鲁 被快高速飞行碎片击中 当场爆炸 其他船舰顺时还反应不过来 因为这碎片正在进行物理学上不可能的运动 多次以锐角直接转向 并且丝毫不减速 一分钟内 人类舰队第一排已经被陈树消灭 这当然不是什么碎片 而是单一颗三体水敌所发动的全面攻击 等到第三列战舰被摧毁之后 人类舰队才后置后绝地 启动武器系统攻击水敌 但是毫无作用 水滴沿途猛烈撞击着碎片 被撞击的碎片再度融化并且高速飞行 与其他碎片产生刺激撞击 在水滴后形成灿烂的尾机 尾机最初像怒法冲冠的彗星 但很快被拉长 成为一条上万公里的荧光巨龙 整个金属云团都映照着巨龙发出的光芒 它在云中上下翻飞 仿佛沉浸在自己疯狂的武动中 被龙头穿透的一艘战舰 在龙体中部爆炸开来 巨龙身上每时每刻都点缀着 四五轮核融合的小太阳 再往后面 被烧龙的战舰化作百万吨金属眼将爆发开来 把龙尾染成妖艳的血色 这时舰队才启动发动机开始全面撤退 但这时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30分钟内 人类其余的3000艘星际战舰全数毁灭 毁灭你 与你有何相干 只有依照定义的意思 进入深海状态的量子号 以及青铜时代号来得及加速 直接进入最高极加速 冲入太空深处 水滴放弃追击 转而往太阳方向飞去 而就在太阳系另外一端 驾驶自然选择号叛逃的张北海 刚从睡梦中醒来 走进战舰大厅才发现全体官兵 包含原先四艘封命追击的船舰 都以全席投影连线 正在向他敬礼 前辈您为人类保存下来的五艘星际战舰 也是现在人类太空舰队的全部 现在接受您的指挥 张北海是对的 逃亡才是存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宇宙的无边无际 将会是这几艘星舰的最终归宿 这5500人就像刚刚割断期待的婴儿 被残酷地抛向宇宙深渊 像婴儿一样 他们只想哭 对于被抛弃在无边暗夜中的孩子们 最需要的就是父亲 现在他们从这一名来自古代的军人身上 感受到父亲力量 五艘战舰在此之后 等于是一个独立的社会 组成星舰地球 这是人类新的伊甸园 不过伊甸园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船员们才过几个月就患了思想病 但是这不仅仅是唯一的问题 首席心理学家首先在高层军官眼中 看到一层无法解释的阴霾 这种阴霾并不纯是对故乡的思念 更像是心中那名为人性的光线 渐渐被挑暗了 心理学家此时还不知道 这的确是伊甸园 而这些眼神黯淡的人 都已经遇到了毒蛇 吃下了智慧果 他们已经看到真相 几天后 其中一艘船的船长举枪自尽 只留下一句遗言 嘿 侦探 嘿 在这之后 自然选择号船长议会到最终时刻已经来到 召集两位副舰长开会 几人终于谈论这一阵子以来议会到的事实 见过给他们的知识 要在宇宙中持续航行 燃料不够 资源不够 配件不够 也不可能将所有船员集中到一两艘船上 那样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结论明确 不是一部分人死 就是所有人死 这是新建地球的生存死局 即使自己不做这件事 也难保其他船舰没有同样想法 即使他们不是魔鬼 问题也没有解决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想 那么假设他们也知道我们不是魔鬼 问题仍在 他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想他们 他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 再往下 这是一条无限的猜疑链 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 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怎样 既然谁先把枪都一样 不如我们先把 舰长跟大副开启武器系统 却发现武器早已瞄准另外四艘船舰 不是别人 正是又一次做出不可能决定的张北海 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吗 船长大声说 我成为军人的那一刻起 就准备好了去任何地方 然而张北海到最后一刻心中还是保留一丝柔软 就是这份柔软害死了他 以及他所指挥的整艘太空船 另一艘终极规律号 抢先一部队自然选择号和其他三艘追击舰 同时发射刺身泊青弹 电磁辐射与船壳金属交互作用 在船内产生超强刺身泊 所有生命瞬间被剪灭 船舰本身却几乎毫发无伤 张北海将人类文明种子带向宇宙 但也葬身于此 不过另外一艘蓝色空间号早有准备 将船内抽成真空 没有被刺身泊影响 马上回击终极规律号 远在太阳系另外一边 从水滴攻击中逃脱的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 也发生同样的黑暗大战 青铜时代号存活 蓝色空间于青铜时代 仅存两艘星舰上的黑暗新人类就此诞生 在地球听到这个消息的罗吉冲出屋子 高喊我是对的 要求史强带他去找联合国或舰队高层 但是现在因为人类刚失去希望一片混乱 无能为力的罗吉只好来到野外 等着向地球飞来的水滴了结自己性命 但是水滴并没有朝罗吉飞来 只是停在半空中 不断朝太阳放松电磁波 覆盖人类能够放松的所有频率 就此人类不能再透过太阳发送任何讯息 人类已经无人能救了 不过刚回家的罗吉 发现有大批人聚集在他家外 罗吉一走进所有人相继归下 各个称他为救世主 您现在有两个身份 对于上帝的信仰者 您是他的正义天使 对于无神论者 您是银河系正义的超级文明代言人 原来罗吉将近200年前向宇宙发射的咒语生效了 那个讯息中标出的那颗恒星遭到一颗光丽摧毁 面壁计划正式恢复 罗吉又得到极大的权利 人权散去之后 罗吉向大使娓娓到来他所悟到的秘密 当初叶文杰要他研究宇宙社会学 首先设下两大原则 以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以及二 文明不断增长扩张 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形建地球的黑暗之战就是宇宙的缩影 看起来空空如也的太空 实际上是很涌起的 终究还是要争夺有限资源 接下来更重要的 也是黑暗之战发生的猜疑链矛盾 假设一个外星文明探查到宇宙中另外一个文明存在 他无法断定对方是否是善意的 又不能冒险交流 如果你认为我是善意的 这并不是你感到安全的理由 因为按照第一条功力 善意文明并不能预先把别的文明也想成善意的 所以你现在还不知道我认为你是怎样的 你不知道我认为你是善意还是恶意 进一步 即使你知道我把你也想象成善意的 我也知道你把我想象成善意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想我 怎么样想你 怎么样想我的 挺绕的是不是 这才是第三层 这逻辑可以一直向前衍 没完没了 这就是猜意恋 无论文明本身道德取向 无论善意或恶意 经过猜意恋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史强又问 如果一个文明比另外一个弱小很多 总可以置之不理或安心交流了吧 这又要引入第二个宇宙文明的核心概念 技术爆炸 地球史长达数十亿年 而人类自工业革命发展现代科技 仅仅300年最近到这个地步 300年在整个宇宙尺度上是唯不足道的 剑步已经不足以形容 而是一种科技爆炸 因此即使最先进的外星文明都不能太安逸 不能假定其他文明永远都比他们弱小 总结来说 不管让其他文明知道自己存在 或是置之不理 都是一样危险的 于是宇宙形成一个万物皆不敢吭声的黑暗森林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猎人 像幽灵般潜行为链剑 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 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响 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他必须小心 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 如果他发现别的生命 不管是不是猎人 不管天使还是魔鬼 不管骄难婴儿还是蛮山老人 也不管天仙般的少女 还是天神般的男孩 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开枪消灭之 在这片森林中 他人及地狱 就是永恒的威胁 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 都将很快被发现 200年前 罗吉发出的咒语 就是直接标出一个 遥远恒星系的精确位置 其中一位猎手看到了 果真朝那恒星直接开墙 也不在乎是不是真的有发展中的文明 但是现在太阳被水滴封死 讯息再也发不出去 况且如果罗吉暴露三体世界的位置 也等于是暴露了地球的位置 即使罗吉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巫师 即使他是救世主 也无能为力 但是联合国命令他继续工作 至少维持大众的安定 于是罗吉开始执行另外一个雪地计划 也就是在太阳系周围 用油膜物质布置尘埃云 当其他九颗水滴进入太阳系的时候 就能提前得知 不过资源远远不够 罗吉最后只在小小的范围上 布置了稀疏的油膜物质 维基纪元2007年 雪地工程终于停顿 维基纪元2008年 另外九颗水滴抵达太阳系 大众也对罗吉失去耐心 将他赶出住所 于是他带着铲子 走到叶文杰和杨东魔女的坟墓旁 开始自掘坟墓 然后他面对东方的城光 开始了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的最终对决 他向从未停止监督人类文明的质子 露出手腕上的一个装置 阐述自己真正的计划 这个装置是一个生命监测仪 只要自己的生命迹象终止 负责散布雪地计划尘埃云的核弹 将会全数引爆 在尘埃云的遮挡之下 太阳将会在高频不断上发生闪烁 而闪烁的讯号将会传出一个图形 这图形就是三体星系的精确位置 黑暗森林中的猎人将会看到耀眼的篝火 当然由于三体星系与太阳系距离太近 暴露三体位置也等同于是将太阳系置于死地 就像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子弹一样 人类得到一个能够与三体人同归于见的终极威慑方法 逻辑拿出手枪直指自己心脏 现在我将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 与此同时我将成为两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罪犯 对于所犯下的罪行 我对于两个文明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不会忏悔 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我知道质子就在身边 但是你们对人类的呼唤从不理睬 无言是最大的轻蔑 我们忍受这种轻蔑已经两个世纪了 现在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继续保持沉默 我只给你们30秒的时间 面对这个威胁质子果然展开 三体人发出讯息请罗吉驻守 并马上接受罗吉提出的每一项要求 首先水滴将停止向太阳发射电波 第二另外九颗水滴以及剩余的三体舰队 都必须改变航向离开太阳系 第三三体人必须与人类分享自己的科技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力泼系统 往后不需要仰赖太阳也能发射讯息 威射纪元就此展开 首先地球向原本漂流宇宙的蓝色空间 以及青铜时代星舰发出讯息 告知危机解除 要他们返回地球 威射纪元第12年 青铜时代号欢天喜地地抵达地球轨道 原本以为终于回家了 没想到马上因为反人类罪而全数被逮捕判刑 在被监禁前 青铜时代军官抓紧机会向蓝色空间号发出讯息 不要返航这里不是假 蓝色空间收到讯息之后 立刻加速逃离太阳系 人类派出最先的万有引力号星舰追击 万有引力号本身只是引力泼天线 能够发出横跃星际的讯息 除此之外 各方面能力并没有比蓝色空间号先进多少 因此已经和人类开始密切合作的三体派出两颗水滴通行 不过要追上蓝色空间号也需要50年时间 此时的逻辑已经从面壁者成为全人类的直舰人 随时准备对宇宙发出讯号将人类与三体人同归于尽 只要他仍保有终极威慑的力量 三体文明就不敢轻举妄动 人们很快就发现一个极其沮丧的事实 如果黑暗森林威慑的控制权掌握在人类的大群体手中 威慑度几乎是零 让人类集体做出毁灭两个世界的决定本来就极其艰难 这个决定远远超出人类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底线 黑暗森林威慑的成功 是建立在逻辑个体的不可预测上 两个世界对逻辑的全部人格特征进行极其详细的研究 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依威慑失败时的精神状态不同 逻辑的威慑度在91.9%至98.4%之间浮动 也因此在这段时间 任何三体人相关的政策都必须经过逻辑许可 罗吉的形象在大众眼中逐渐从人类救世主 变成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暴卷 鹰派不喜欢他对于三体人的宽容 鸽派不喜欢他掌握的生杀大权 随着岁月过去 罗吉也从尔利之年的硬朗男子变成百岁老人 有趣的是人类与三体人在直见人的威慑之下 并不像冷战期间美苏互相敌视 反而双方放下土道 进行彻底的文化交流 人类因为三体星球传来的科技 而发展出一个真正的乌托榜 而三体人亦受到人类文化陶冶 甚至还拍了一部奥斯卡最佳电影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一束阳光真的照见黑暗森林的这个角落 威慑纪元61年 成星终于从冬眠中醒来 他被唤醒的原因 是因为名为IAA的不适生 发现云天明买给成星的星系 竟然有类似地球的行星 联合国和舰队想要把这个星系的拥有权 从成星手中买回来 成星愿意无价放弃拥有权 只保留证书 但因为政府不能无偿从个人手中接收财产 联合国就低价从成星手中买下这个星系 当然这所谓的低价还是一大笔钱 因为这个机缘而成星结识的IAA 用这笔钱替他成立新缓航太集团 隔天一早 成星就接到IAA电话说要带他去个好地方 于是就搭自动飞行车来到一片废弃的建筑中 没想到应接他的是一个来自过去的噩梦 成星的前上司 汤马斯·维德 维德二话不说 用他留存200多年的手枪朝成星开两枪 成星重伤倒地 维德表示成星会与他竞争下一任执舰人的位置 而他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在开第三枪前 手枪弹炸 维德断了一只手 警车终于来到逮捕维德 应杀人未遂而被判30年 成星出院之后 与获得实际身体的质子见面 我们女人在一起 世界就很美好 可我们的世界也很脆弱 我们女人可要爱护这一切 这句言下之意 就是要成星参选下一任执舰人 终身奉献地球安危 尽管众人劝退 成星仍接下这一职 并没有退却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云天明 同样是地狱 同样是深渊 云天明先走进去了 是为了他走进去的 现在他不可能退却 只能接受这个报应 威慑纪元62年 成星成为下一任执舰人 此时 罗吉已经在这里 避世着空无一物的白墙 与相隔四光年的三体人 对视长达54年 如今101岁的老人 终于将掌握两个世界命运的开关 交到29岁的年轻女子身上 成星可能要在这里待上10年 甚至半个世纪 然而他作为直舰人的岁月 只过15分钟就结束了 直舰控制器一交到成星手上 在太阳系潜藏超越50年的三颗水滴 直直朝地球的三个引力波发射器飞来 在三体人计算中 罗吉的威慑度超出90 然而成星的威慑度只有10% 顺带一提 原本想取代成星的冷血维德 则是被估算为无懈可及的100% 果然在这15分钟之中 成星什么都没有做 任由水滴破坏地球上所有的引力波发射器 人类再也无法向宇宙发射讯号了 人类最后一道防线瓦解 三体人向地球展开全面殖民 进入所谓的威慑后纪元 这时期 三体世界强迫所有人类移民澳洲 过程中死伤数百万 人类居住环境也苦不堪言 另外 人类也观察到三体人 已经派了第二个庞大舰队前往地球 不过这次速度已经达到完整光速 不到四年内将抵达 在这段时间中 成星因为精神打击而失明 进入短期冬眠 威慑后纪元第二年 人类大移民完成 整个澳洲挤入41.6亿人 只留数百万反抗军四散于地下 在质子以及人类叛徒的集权统治之下 人类科技逐渐向去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倒退 但这并不是地球人类的结局 时间回退到两年前 威慑纪元62年 末日的那15分钟 远离地球超过一光年的宇宙深处 跟随万有引力号的水滴 因为进入质子盲区 与地球和三体人都早已失去联系 但是三体人早已设定好逻辑的退休时间 水滴在交接之后 马上攻击万有引力号 殊不知数十年前 摧毁2000艘战舰的水滴却射偏了 不仅如此 原本光滑的表面 还有如落海多年的炮弹一般 在转瞬之间秀机斑斑 原先被追击的蓝色空间号船员 竟然也登上万有引力号 表示三体人主动打破和平 应该要直接发射引力波 向全宇宙公布三体世界的位置 在投票通过之下 万有引力号广播三体星球位置 也等同是公布了地球的位置 之后蓝色空间号的船员 揭露他们遇到了四维碎片 也就是进入四次元空间的翘曲点 使他们得以突破坚不可摧的水滴 也借此进入万有引力号船舰内部 万有引力的驻舰科学家 关一凡主张要探索这个四次元空间 他们遇到一个圆缓 将之称为魔戒 魔戒神秘的跟他们说 原来这是一个目的 一个干涸的水滑 讲完之后魔戒就此沉没了 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 继续飘向宇宙深处 万有引力号的广播讯息传回地球之后 三体人停止对人类的封锁 水滴撤离太阳系 两个舰队流亡入宇宙深处 持续仅仅两年的后威慑纪元 就此进入广播纪元 广播纪元第七年 地球观察到三体母星被光丽摧毁 黑暗森林理论被证实 成星再度从短期冬眠中醒来 失明被治愈 在观察到三体信息毁灭后的第三天 消失多年的质子突然邀请成星 与逻辑合查 在谈话过程中 质子表明黑暗森林的攻击是随意的 也是最有效率的 也就是说 就未知的先进外星文明在得知坐标之后 不会加以探测目标 就直接发动最低成本的远端攻击 太阳系目前还没有立即的危险 是因为攻击者还要翻阅三个世纪前三体世界 渔夜文节的通讯 才会得知地球文明存在 另外质子还透露 对于这个外星文明 三体人是比地球危险的 但是并不愿意解释原因 从头到尾不发抑郁的逻辑 问了一个问题 既然三体文明从远距离观察 呈现出某种危险特征 那么地球是不是可以借由某种行为 宣告某种安全生命 让其他文明知道地球不会构成威胁 质子回答有 之后谈话就此结束了 之后质子表示自己 以及三体文明要永远离开人类了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也许以后还有远再相见 但是在消失前 质子传递最后一个讯息 成心 云天明要见你 于是成心搭乘运输机到太空中 质子展开让云天明与他同步同讯 在这过程中 他不能做任何记录 三体人也随时得以终止两人对话 甚至让运输机爆炸 成心与云天明终于重逢 两人当然难掩激动 但经过几次警告 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能说 最后云天明开始回忆起他与成心小时候彼此编织的童话故事 当然两人是大学才认识的 但是三体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于是云天明就这么讲起三个童话故事 在讲完之后成心 马上被带进一个幽闭的小房间 原来是人类刚发明的质子盲区 让三体人完全无法观测 也在这里要成心完整回忆刚才云天明说的故事 其中讲述一个嫉妒家人的王子 请魔法化石把身边的人都画进画里 而公主搭着用肥皂驱动船 到小岛上找一个无论从哪个距离看 都一样大的哥哥来帮忙 而故事中出现的神奇道具 都来自一个叫做赫尔辛跟莫斯肯的地方 一群专家绞尽脑汁解答故事中的隐喻 在正蓝色窗帘之下 他们解除几大重点 第一肥皂驱动的船 就代表驱力驱动的光速飞船 因为宇宙其实是一个大弧形 把后方的空间给运平减小驱率 就能让飞船被前方驱率更大的空间拉过去 实现接近光速的飞行 第二无论在什么距离上观察都一样高的王子 就代表在什么物理环境下观察都一样快的光速 第三赫尔辛跟莫斯肯 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两个北欧地名 在那里存在一个巨大漩涡 而这漩涡就代表着黑洞 解读专家进一步推论 要让地球发出安全声明 免于黑暗森林攻击 就要把太阳系塑造成一个黑洞 把光速降到逃逸速度以下 也就是逃脱太阳引力的速度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光速 在这样大大降低光速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物体能够离开太阳系了 那么太阳文明在外人眼里看来就会是安全的了 但是依照人类科技水准 打造趋率引擎和降低光速都极为困难 广播纪元第八年 人类开始转而着重掩体计划 也就是将人类移民到土、木、海王、天王四大行星背面 即使太阳受到攻击而爆炸 或因为有这些行星当作掩体而免于毁灭 同一年 科学家发现三体人的光速飞船启动之初 产生趋率痕迹 从极远的距离就能观测到 这也表示 使用光速航行 等于是向宇宙宣告自己的科技程度 马上就会引来黑暗森林攻击 于是联合国当下立法严格禁止趋率引擎研究 这使汤马斯·韦德也已经出狱 他看出成星认为光速飞船才是人类的未来 但也知道他没有真正执行计划的决限和勇气 大胆要求成星把星环公司经营权交给他 让他去承担责任 没想到IAA竟然是同意的 你说的对 你没有能力做这件事 这会彻底毁了你 但他行 这个混蛋恶魔杀人犯野先家 政治流氓技术狂人 他行 他有干这事的精神力量和本事 让他跳进地狱吧 成星把公司交给韦德 但是要他承诺 如果研发光速飞船的事业 可能会危害到人类性命 那就必须唤醒成星 就这样成星与IAA再度进入冬眠 广播纪元61年 大部分人类已经大规模迁徙到 这些巨大的太空城 联邦政府正式宣布进入掩体纪元 掩体纪元11年 成星被唤醒 他来到星环公司建造的星环城 当下正因为韦德坚持继续研究趋率引擎 而被联邦政府封锁 政府允许成星进入来劝说韦德停止工程 两人重逢之后 韦德用成星的头发示范 他们已经能做出小规模的趋率驱动装置 而且还研发了反物质子弹 借以威胁联邦政府 要他们放弃对于星环公司的制约 但是成星看到这样毁灭性的力量 立刻命令韦德停止抵抗 韦德抬头看着圣仙 目光中露出那种罕见的无助和祈求 他一字一顿地说 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受性 失去一切 但是他仍遵守诺言 命令所有手下交出反物质子弹 在被逮捕几天之后 汤马斯·韦德被处以死刑 成星与IAA再度进入冬眠 时间又流逝了50年 掩体纪元67年 成星与IAA再度被唤醒 黑暗森林攻击果然降临 但这次并不像是摧毁三体人恒星的光力 而是一张小纸条 这纸条没有任何厚度 也无法与任何物体起作用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最靠近纸片的太空船和观察员突然开始融化 精确来说并不是融化 他们被压缩成一幅一幅厚度为零的平面化 这张纸片正在把三维空间变成二维 而这范围也逐渐扩大 将涵盖整个太阳系 只有光速才能逃离这个范围 原天明童话之中唯一没被截出的隐喻 把人变成一幅画的艺术甲 寓意其实比想象中来得单纯来得恐怖 对于黑暗森林中的高等文明 地球人的掩体根本为不足道 因为他们拥有将高次元降低为低次元的能力 换句话说就是降维大吉 而人类文明正在一点 一滴被压成一幅幅包含千万细节的图画 这张超级图纸反映了城市的所有细节 小到每一颗螺丝钉 每一根纤维 每一只蛮虫 甚至每一个细菌都被精确地画了下来 这张图纸的精确度是原子级别的 原三维世界中的每个原子 都以铁的规则投射到二维空间平面上相对应的位置 绘制这张图纸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没有重叠 没有任何被遮挡的部分 所有细节都在平面上排列出来 显露无遗 在这里复杂替代宏味 这时还活着的老罗吉向成仙揭露 这段时间他其实一直带领团队秘密研究光速引擎 太阳系唯一的曲率光速引擎 就安装在成仙的私人太空船新环号上 在这过程中 几人也发现其实光速曲率引擎会造成扭曲空间轨迹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这轨迹中的光速被降低了 换句话说 研究曲率引擎 也能连带给人类把太阳系塑造成黑洞的技术 也就是打造安全宣言的最佳方式 这可说是最完美的情况 那些想要探索宇宙的人能够搭乘光速飞船离开 也同时为那些留在太阳系的人们打造黑洞 一个安全宣言 维德的冷酷无情其实可以拯救人类 而成仙的善意又再一次耽误了人类 他两次处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 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 而这次已经没人能为他挽回 于是成仙就与IAA 带着地球文明最后的文化遗物飞离太阳系 掩体纪元的完结 也将是太阳系人类文明最后一个历史纪元 两个人类存活该何去何从 这时成仙才想起他还有一个400年前的约会 云天明送他的那颗星星DX3906 两人逼近光速飞了52小时 因为时间膨胀的关系 外头世界已经过了286年 两人抵达DX3906 接近一颗类似地球的蓝星 降落在蓝星上后 却发现已经有另外一个人类提前抵达 这人就是万有引力号当初主张要探索 思维世界的科学家关一凡 这才知道 万有引力号与蓝色空间号的船员 在这数百年中成功殖民了四个世界 人类已经展开所谓的银河纪元 现在已经是银河纪元第409年 关一凡到此就是为了考察呈现的这座星球 他表示操纵宇宙规律甚至数学规律 其实是高等文明最常用的手段 在最原始的宇宙 光速其实接近无限大 维度也有实微 但是在各个高等文明互相争夺资源 破坏物理规则的攻击不断扩散之下 十维被降成九维 九维再降成八维 经过一百多亿年后 就只剩下我们现今所能观察到的三维空间宇宙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四维的魔界说 他所处之处是一个干涸的水瓦 目前四维空间已经被降维打击 越锁越小了 最终三维空间也会遭受相同命运 全数跌落二维 有一群被称为归零者的高等智慧文明 想要把光速降到零 把空间降到零尾 借此来重置宇宙 让他回到当初的全新状态 这使观一凡的考察卫星 侦测到附近的一颗灰色行星 有数艘飞船降落 十多分钟后却又马上离开 于是他与诚心前去调查 留IAA在原本蓝星上 到了现场才发现灰星表面有好几条死线 也就是极高效率趋率引擎 在瞬间加速之下所留下的航机 其中的光速为0 更要命的是 只要附近有人启动趋率引擎 这死线就会受到扰动而扩散 形成一个低光速黑域 观一凡和诚心小心翼翼地回到蓝星 在轨道上 IAA兴奋传来讯息 说云天明已经来了 而且还带了一个大礼 就在诚心准备降落时 却发生了恐怖的意外 诚心听到一阵尖利的怪声 仿佛是太空梭被把利润从头到尾切开 接着是剧烈的震动 然后他经过怪异的一瞬间 怪异之处在于他不敢肯定这是一瞬间 这一刻既无限短又无限长 他此时有一种跨越感 感觉自己在时间之外 后来观一凡告诉他 他经历一段时间阵控 那一刻的长短不可能用时间来计量 因为那一刻不存在 原来云天明的飞船降落导致死线扩散 大家都被困在低光速黑域里了 由于观一凡和诚心的飞船绕着蓝星轨道运行 在这低光速的环境之下 他们原本没那么快的速度也变得与光速相等 等系统自行修复来减速重新降落这星球上 有16天 因为光速运行造成时间膨胀 16天是外头世界的1800万年 银河纪元1890万4138年 诚心与观一凡重新踏上蓝星 此时已经变成子行 两人透过探测器 找到爱AA和云天明在石头中 磕下的不完整自己 我们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我们送给你一个小 在里面躲过探索 去心 只见一道奇异的半透明们在他们面前出现 观一凡和诚心一同踏入 就这样进入三体人 以及云天明送给他们的小礼物 专属的微宇宙 微宇宙从原本的宇宙中拿走些许质量 只够形成一块田园和一栋小屋 质子在其中迎接他们 就这样三人在小宇宙里度过幸福的一年 但此时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 制造这种小宇宙 等于就是从原本的宇宙中拿走质量 而当然也不止三体文明制造这种小宇宙 少了这些质量 宇宙就很有可能无法探索 无法重新开始 这时大宇宙的广播刚好传进来 回归运动声明 我们的宇宙总质量减少至灵界值以下 宇宙将由封闭转为开放 宇宙将在永恒的膨胀中死去 所有生命和记忆都将死去 请归还你们拿走的质量 只把记忆送往新宇宙 于是成仙将小宇宙的质量归还给大宇宙 只留下记录三体和人类文明的记忆漂流瓶 和一个生态球 成仙 观一凡以及质子 携手踏入传送门回到宇宙中 成是前古罪人成仙 现在参与孕育新宇宙的生命 也许在这黑暗森林之中 终究还是有一丝阳光 宇宙很大 生命更大 感谢各位陪我一起走完这个宇宙旅程 想要继续看Netflix版影集解析的话 现在就点画面上连结 也别忘了订阅加上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深度解析 我是超厘房 我们下部影片见